当藤蔓下这只血红的眼睛睁开的时候 意味着一只千年恶魔将就此诞生 凡是来到这座大山的人类 都将被他掐住脖子吸干精气 最后成为一具干尸 很快 山上这样的尸体出现得越来越多 官兵们看到如此诡异的尸体 检查时也是一头雾水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大家都怀疑是江志所为 因为只有他是九尾狐之子 拥有兽化能力 并且那些人的死状是普通人类无法办到的 为了查清真相还自己清白 江志独自一人来到山上想要一探究竟 而在他的身后 师兄为了抓到他害人的证据 也悄悄跟了上去 但是在跟踪江志时师兄却先遇到了恶魔 好在江志及时出现挡在了师兄前面 就在恶魔准备发起攻击的时候 他看到江志手上发光的佛珠后 竟奇迹般地选择了离开 随后恶魔就来到了法师这里 原来那串佛珠是恶魔生前做九尾灵兽时所佩戴的 从法师口中得知 现在佩戴佛珠的人是他和人类鼠华生下的孩子 所以江志作为半人半兽的存在 从小就靠带着佛珠隐藏身份 几天后 九尾就将江志引到了道馆外 说出了他是江志亲生父亲的事情 还警告江志让他远离乳味 让他不要和人类谈恋爱 原来就在昨晚 九月知道江志的身份后就开始一路尾随江志 他发现江志同自己21年前一样 爱上了人类女子 为了让江志不重蹈自己的负责 九尾威胁江志让他离开乳味 离开道馆跟他上山修行 可从小就和人类一起长大的江志 怎么可能放弃人间生活听一个陌生人的话 他当场就拒绝了九尾的好意 九尾好心劝说却被儿子拒绝他瞬间暴怒 一个瞬移就上去掐住了江志的脖子 他再次警告江志 说人类是不会接耐义务的 可就在这时 道馆孔师父发现了他们 孔师父威胁九尾放开江志 两人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 可他哪里是九尾的对手 没过几招就被九尾死死地掐住了脖子 可就在他冲上去准备和九尾战斗时 九尾却瞬间消失了 看着昏死过去的师父 江志拿起石头在手上划开一个口子 他要用自己的灵血来救师父 然而这一幕却被管主和师兄们发现 江志也再次被当成了故意害人的祸害 这一下任凭他如何解释 大家也都不会再相信他了 好在第二天孔师父在江志的灵血的作用下 成功地苏醒了过来 他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管主说明真相 为江志洗脱冤屈 江志也因此在师兄们面前得到了清白 夜里 管主在询问江志昨晚那个怪物的情况时 如魏的贴身嬷嬷却跑进来说如魏不见了 而此时的如魏已经被恶官的手下抓到了大山里 他们准备在这里杀害如魏后 将他的尸首挂在道馆 以此来惩罚管主之前的无礼 可就在几人准备对被捆住的如魏动手时 江志的父亲九尾及时出现将他救了下来 一旁的副官看到二十年前的灵兽复活 被吓得不敢吱声 他示意手下赶紧逃离时 一转身却发现九尾已经出现在他们身后 就在几人发出撕心裂肺般的惨叫时 如魏见状急忙逃离了这里 可是最后他还是被九尾拦了下来 与此同时 江志也赶到了这里 九尾看见江志一下就掐住了如魏的脖子 他想要用如魏的生命威胁江志让他离开人类 为了救如魏 江志用尽浑身解数与他的父亲决斗着 可是他一个只活了二十年的灵兽 怎么可能是千年九尾活的对手 江志被他父亲一下接一下地打倒在地上 可是他还是没有放弃要保护如魏的心 而九尾看到这一幕 让他想起了他二十年前保护妻子蜀华的场景 当初的他也是这样奋不顾身地想要保护蜀华 看到江志这样拼命地保护如魏 九尾终于动摇了 泪水打湿了他的双眼 一阵狂风过后他就消失在了他们眼前